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0602 在同一館的五楼 FSP也有展出伺服器的产品 而四楼全汉最显眼的 就是这个机壳 我们马上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各位Enterbus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观看全汉FSP 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我们今年新推出来的机箱 CMT710 那这款机箱 它主要是独特 根据我们FSP 机箱的logo 从上面往下看呢 可以看到我们的logo 那本身呢 它可以装置两个360的radiator 并且进行双系统的安装 左边呢 是可以使用 大型的eATS的主机板 在右边呢 可以搭配小型的ITS主机板 搭配两个电源进行双系统 那尤其现在直播 跟玩电竞的非常多 所以说呢 大型的ATS系统呢 基本上就可以玩电竞游戏 那小型的ITS呢 就可以进行直播 跟我们的观众进行线上的互动 那双系统的电源呢 基本上主要的是在前置IO 可以给我们主要电竞的系统 那后置会加上我们的小系统的一个扩充IO 所以进行双系统 那两边呢 是使用强化玻璃 那可以看到里面可以搭配RGB的光线 那我们在这一套系统主要考量 尤其是现在使用水冷系统的越来越多 那这样的开放式系统呢 它不管你的水冷系统 要搭配240或者360的部分 基本上都不会收到空间的限制 那尤其呢 今年搭配我们新推出的水冷850W电源 那你的水冷系统呢 基本上从你的CPU显示卡到你的电源呢 基本上都可以串起来当成是一个回路 那这是我们全汉今年推出的一个旗舰型的机箱 那待会呢 在周边呢 我们还有展出我们新款的电源 包含我们的Twins Pro 900W 它主要是一个冗余式的电源 那以及我们的小电源 Dagger Pro 那包含650W 550W 80PLUS金牌认证的小电源 那以及我们今年年底会推出来的 金牌植柱线Hydro GS 跟GSM半模组的金牌模组电源 那以及我们新推出来的 薄形化的FlexGuru小型化电源 那基本上它是全模组的设计 可以根据我们的系统 去做线材的更换 那不管你的系统是比较大或比较小 可以去调整你线材的一个长度 那这边呢 这一区就是我们今年主要旗舰型的产品 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一区去进行介绍 好 那基本上这一区呢 是运用我们的小电源 Dagger Pro 所进行的四套系统的组装 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套 是日本的Tosan 它运用环保的材质 大家看一下 环保的材质呢 去进行的一个系统组装 那搭配我们Dagger Pro小电源 呈现一个环保 而且省电的一个风格 那接下来第二套 是我们越南的这些Model 所进行改装的 它是呼应今年 是我们中国的猪年 使用这些一整套猪的系统 那搭配我们Dagger Pro小电源 所呈现的一个电脑改装系统 第三套系统 是我们菲律宾的Model 它所改装的 所谓比较钢铁式 它正面呢 是有变形金刚的一个图腾 那搭配粉红色今年三五红的一个颜色配色 呈现女性刚柔的一面 那一样搭配我们小电源 还有特制的三五红的一个颜色 去呈现整套的一个系统 那第四套电源 那是由我们中国的Model 所进行改装的庭园风 那我们可以透过庭园式的造景 呈现中国宫廷式的一个风格 一样是搭配我们小电源 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改装 那我们这一面主要呈现的 就是我们小电源系统改装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个区块呢 是我们今年推出的 Hydro G Pro系列 那本身有1000瓦 850瓦 750瓦 650瓦 四个机种 那在这一款电源上面呢 我们使用了三房漆的一个涂层 在我们的焊息面 它可以进行防潮 防沉 防屋的一个效果 让产品的使用寿命 它可以延长 那这款电源呢 我们的保固期 提供10年的一个保固期 那因为有增加了这个涂层 它可以防潮湿 所以说在焊息面的部分 它可以提供更长的一个使用寿命 希望呢 全焊推出这款的电源呢 让消费者在使用电源上面 可以得到一个高品质 高寿命 以及长保固的一个效果 这部分 也是消费者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